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加上猪血汤有清肺的功用 味道两个一拍即合 而且非常有饱足感 所以他们非常的喜欢 那好不好吃呢 带你来尝尝 一个片 一个饭 人潮络绎不绝 坐无虚席 人人捧着一碗猪血汤 碗里满满的韭菜末 汤头喝起来清甜不油腻 大肠头Q中带脆 猪血软玉适中 口感跟豆腐一样滑嫩 人家有吃到就是有那种内脏 它这里面有那个粉糖 有一点那个腥味 这家没有 我刚才喝了一下下没有 他们这个味道是跟人家不一样 然后他们的猪血都每天现做的 所以是非常好吃 当然还要加它的那个青葱大椒 猪血吃起来不腥又美味 除了每天挑选新鲜猪血 还有保存诀窍 如果你要保持它的活性跟没有腥味 那你就是要用活水 就是一直换水就对了 一块块的活血 有了活水才不会有血腥味 煮起来更容易入味 猪血浮起来 就是代表它是活血 因为它那个空气跑进去之后 汤汁会带进去 配菜酱汁跟黄面拌一拌 香气四溢 炒面弹牙可口 最后上头淋上的肉燥 更是提升美味关键 肉燥能够香气十足 最大的秘密武器就是它 肉燥有了红葱头体味 让整碗面香气逼人 甚至还可以把肉燥淋在白饭上 配上鲜炸后卤的矿肉 入口即化 肉一定要炸过 因为要把它的油脂逼掉 还有老饕把这家店秘制的酱汁 淋在矿肉饭上 拌着吃 增甜咸香味道 变成独家好滋味 体会就是它又带着辣味嘛 然后你会嚼着刷起 外面吃不到这种味道吧 他们有自己独特的一个风味 这家猪血汤在当地飘香超过三十年 老板康世忠会踏入正行 卖起猪血汤 全跟丰园早期产业有关 我们丰园早期是一个 比较轻工业的市政 然后很多 以前我们都用猪血 煮猪血汤来吃清肺 大家常常吃之后 会形成一个风气 外传猪血汤清肺 早期摊贩几乎都卖炒面 于是炒面配猪血汤 变成风源人必吃的早餐 中午再来晚放肉饭 满足口腹之欲 古早味料理伴随在地人成长 也成为无法忘怀的美食记忆